京华风云录 卷一 北京宰相 作者 金夫子 播讲 夏秋年 第十一章 香山露征荣 3月25日下午 毛 朱 刘仁等大队中共中央领导人抵达香山 整座香山自2月中旬起已实行军事管制 对外名曰延安迁来的劳动大学 简称劳大 山下居民依京腔称之为老大 并很快猜出了其中的奥秘 香山山林面积达5000余亩 南面有著名的八大处 东北坡下有碧云寺 卧佛寺 香山植物园 再往东走十来华里 便是颐和园与园明园了 香山最高点为西端的香炉峰 海拔500余米 山上共有各类楼 台 亭 县 庄 园 寺 阁 管 轩 继50余处 多建筑于南面及东面山坡各处 其中著名的有 东南面山坡上的双清别墅 东北坡入口处不远的香山别墅 松林别墅 山顶的建新斋 昭庙 观音阁 玉华山庄 玉华三院 玉华四院 梯云山馆 七月山庄 以及南坡上的玉香馆等 香山的一大特色 凡是风景优美的观景点上 均建有亭或台 著名的有看云亭 半山亭 白松亭 多云亭 望峰台 琉璃塔 文峰亭 多景亭 森玉户 西山晴雪 朝阳洞等等 大清乾隆年间还在这里建有避暑行宫秦政殿 可惜已毁于冰火 毛泽东一家住了双清别墅 朱德一家住了玉香馆 刘少奇一家住了玉华山庄 任碧石一家住了七月山庄 其于梯云山馆 玉华三院 玉华四院 建新斋 禁汽等处 亦分别住下了其他的领导人及其家属 周恩来本人则跟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主要工作人员 住在靠近出口的香山别墅和松林别墅 共有大小百余个厅堂房间 两大中植机关都塞进去了 当然以毛泽东一家所住的双清别墅条件最好 坐落在香山四南 地势高峻 有两股清泉从院子西面的石壁中涌出 泉水晶莹清烈 大清风流皇帝曾经在此流连整日 于水泉石壁上提双清二字 由此得名 1907年河北境内发生洪水灾害 慈禧太后的赈灾大臣在香山创办慈幼局 收养父母双亡无家可归的灾区孩童 却挪用赈灾款在这里造下一座公院式别墅 名为公后老佛爷慈禧驾临 实为自己占用 称为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景色幽静 雕梁化洞 长廊回旋 避水如静 别有洞天 院内山水树石均顺其自然 少人工斧凿 甘烈的泉水汇聚一池 涟漪清澈 只有荷花睡帘 环水有廊有亭 亭后楼台 阴才介景 秀丽非凡 在此春赏百花 夏碧岩暑 秋冠红叶 冬踏速雪 真是人间仙境了 院外有一趋境 两面皆为峭壁 通往不远处的看云亭 又称崔薇亭 万绿丛中一红亭 江青曾在此亭 为毛泽东设下了那张座于藤椅上 身着银灰色中山庄 远望云山的著名照片 三月末的一天 香山东门外突然闯来数百名没有携带武器的傅作义警卫部队的官兵 高呼着要良响 要生活 要自由的口号 妄图冲进山里 向中共领导人请愿 原来根据中共与傅作义将军签订的北平和平解放协议 傅作义将军被允许保留一个加强团的兵力 作为他私人的警卫部队 可是自中共军队接管北平及周围地区之后 傅作义将军的这支警卫部队并没有去警卫傅作义 而被限定在西郊翠薇路的一座兵营里禁止外出 由中共政工干部天天给他们上政治课 搞义苦思甜 回忆对比 进行阶级教育 实为分化瓦解 却两个月未发给分文心想 终于激起官兵们的不满情绪 于是集体冲出军营 到香山去找中共领导人和平请愿 傅作义警卫部队的请愿活动 被所谓香山的中共中央警卫团所阻吓并劝离 这个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翻号为8341 实为一个师的建制 官兵人人都是神枪手 司令员即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汪东兴 事情立即被反映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那里 这还了得 傅作义是什么用意 为什么不管束自己名下的警卫部队 香山现在是什么地方 你傅作义还能不知道 闹事惊闹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去了 周恩来立即驱车去华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的八大处 找到聂荣臻司令员 还没进院门就喊道 荣臻 快下命令 派一支部队去给我执行任务 聂荣臻正在吃晚饭 很少见周副主席这么急促过 放下碗筷 立正赢政 周副主席 执行什么任务 周恩来说 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 你现在马上派人去把傅作义警卫部队包围起来 收缴他们的枪械弹药 命令他们离开营地 接受我华北军区改编 叶荣臻当初是中共与傅作义和谈签字的代表之一 这时稍稍迟疑了一下 是不是先跟傅作义先生打个招呼 再派部队去收缴他们的武器 周恩来一向以御势从容不迫 赋予君子风范著称 这次却极不可待了 你怎么打了几十年仗 还书生义气 还要去跟傅作义谈判 你以为傅作义会同意让他的警卫部队放下武器 谈判早已结束 现在由你派部队去执行任务 快刀斩乱麻 以绝后患 傅作义有意见 让他直接来找我谈 当天晚上 叶荣臻命令手下的一只精锐人马 以三倍于傅作义警卫团的兵力 突然包围了翠维路腹部兵营 占领制高点 架设轻重机枪 再派人突入兵营 先下了哨兵的枪 再由原来派在兵营里的中共正宫干部到各营房去 向那些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士兵们发出命令 规规矩矩 交出武器弹药 不许磕磕碰碰 摔摔打打 否则军法从事 绝不客气 枪口之下 无人进行反抗 华北军区却收缴到了一个加强团的崭新的美式冲锋枪 卡兵枪及其无数弹药 这些美式新武器比那些苏联红军所赠予的 以及从日本人手中所缴到的枪械先进多了 具有更大的杀伤力 在北平城里 傅作义住宅附近 另住有傅式警卫团的一个半连队 也由周恩来下命令 于当晚同一时间被缴了屑 警卫团的三名团级军官及几名带头闹事的迎联级军官 则被拘捕 天刚蒙蒙亮 傅作义将军名下的这支徒手警卫部队 奉命开拔到昌平县境的人民解放军军营内 被分化瓦解 化整为零了 当晚周恩来一直守在电话机旁 等待着华北军区执行命令的结果 他并严令封锁消息 禁止报纸报道不说 便是在党内军内知道此事的人也越少越好 易容真将军也通宵未免 凌晨五点 当派去执行任务的军区作战处处长来向他复命 报告任务圆满完成 并把副部的三名团级军官抓起来了 易容真问 周副主席让你抓人了吗 作战处长报告 没有具体指示 但我觉得一不做 二不休 还是先抓起来再说 左一点总比右倾来的保险 易容真马上电话报告请示周恩来 过了一会儿 周恩来回了电话 替我谢谢你部圆满完成任务的指战员们 抓人抓得好 我已报告了主席 主席也同意武力解决 以免后患 至于被抓起来的那几个人 过两天放了他们 请他们吃顿饭 讲清道理 摆明厉害 他们会感激我们的 再送他们进保定军校学习 另行分配工作 跟国民党人员打交道 就要这样 先抓后放 先言后宽 给个出路 他们会感激涕零的 第二天一早 傅作义将军才得到报告 自己的警卫部队被搅了线 一夜之间成了真正的光杆司令 他于是又大发雷霆 共产党讲话不算数 不守协定 不讲信义 过河拆桥 他给周恩来的值班室打电话 值班室听说是傅将军有急事 答应立即去请示 但周恩来没有接电话 值班人员告诉傅作义将军 周副主席刚扶了安眠片睡下 不能叫醒他 您有急事 第二 是不是先去找我们的 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同志谈谈 傅作义将军曾经想打电话 找毛泽东主席 但连周副主席都不肯接电话 毛泽东更是高高在上 不肯过问这些俗事了 何况中共领导人 都是一群住窑洞住出来的夜猫子 晚上开会 白日睡觉 晨昏颠倒 傅作义叫了车 怒气冲冲的去敲开了 叶剑英将军的朱七院门 进屋就拍桌大叫 为什么要撕毁和平协议 为什么要缴了我警卫部队的线 还抓了我的人 你们干脆连我一起抓走好了 北平已到了你们手里 我反正没有用处了 你们就一起抓走吧 叶剑英也是杖八和尚 摸不着头尾 这已是傅作义第二次大喊大叫 义愤填膺了 不管怎样 傅将军发火还是事关重大 非同小可 且长江沿线的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 党中央也有意争取 长江以南各省市能效法北平方式 兵不屑任和平解放 所以必须善待傅作义将军 叶剑英在中共军队中 向有扶将儒将之称 扶将是指他身经百战 出入枪林弹雨 却从未受过枪伤 成为罕见的军事人物 儒将是指他好读书 善诗文 欲试冷静沉稳 据深谋远虑 他当即先向傅作义表示了歉意 自己作为北平军管会主任 对晚上发生的事毫不知情 失职失察 并肯定此事只是下边的误会 绝不可能是毛主席和州副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州副主席二位 您已是很熟悉的了 他们从来就是高度赞扬 傅将军和平解放北平的功绩的 毛主席多次说过 保全北平 傅将军立了大功 是全民族的功臣 还多次提到 一定要请傅将军参加新政府工作 同时也要继续过问军事方面的事情 叶剑英一番美言 傅作义怒气消了大半 叶剑英请傅作义将军先喝茶 嘱咐服务员安排早点招待 他自己择进内室 去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打电话 问情况 过了半个多小时 叶剑英回到会客室 见傅作义以军武习惯 毫不客气地吃过了早点 气色也平静下来了 便说 傅将军 我刚才不得已 打电话把州副主席叫醒了 他扶了安眠片 刚睡了一个小时 您知道 州副主席日理万机 是我们党最忙碌的领导人 傅作义一听 反而感到些许内疚了 他问 州副主席有什么指示 叶剑英笑笑说 州副主席也是刚听了汇报 他直埋怨底下的人办事鲁莽 伤了傅将军的颜面 傅将军的警卫团去冲香山 人家又没带武器 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他会指示马上放人 要学会尊重人吗 他嘱咐此事一定要向傅将军 说明并致议 至于您的那一个加强团的 警卫部队的问题吗 州副主席也有个建议 让我先转达一下 看看傅将军本人的意见 并说 他仅仅是个建议 最后还是要由傅将军本人裁决 此刻 傅作义倒是有点受感动了 他恭敬的问 州副主席的建议 具体内容是些什么 叶剑英有意停了停 亲自替傅作义蓄了水 才说 州副主席的意思 两个多月前签订和平协议时 给傅将军保留一个加强团的警卫部队 是为了防备北平城里 国民党军队中的宪兵和蒋介石嫡系 对傅将军下毒手 搞突然袭击 现在北平早已被和平接受 大的环境变了 毛主席 朱总司令 邵奇同志和州副主席本人 每位都只有一个班的贴身卫士 傅将军的这个加强团 还有没有必要 五个营十几个连队两千多号人马 实在也是傅将军的累赘 何况谁能担保这两千多号人马里 就个个都靠得住 其中就一定没有暗藏的蒋介石的特工 在随时准备谋害傅将军 就一定没有不良分子 打着傅将军的旗号做坏事 我们认为傅将军的安全 主要的首先靠大环境来保障 再就是靠一支人人忠诚的精锐小分队 傅作义不吭声了 他仿佛被周恩来副主席的建议所触动 他问周副主席有什么具体的办法 叶金英剑谈话将要达成既定的目标了 仍不动声色的说 周副主席建议由傅将军亲自去远警卫部队中 挑选出三五十名最可靠的人员 组成一支近身卫队 跟傅将军住在一起 归傅将军指挥 卫队的每位成员可配备大中小三件武器 比如说每人一支美式卡宾枪 一支德式快慢机和一把左轮手枪 相信这样对傅作义将军本人和家事的安全警卫 才是最有效最可靠的 傅作义是个轻易不动温情的山西铁汉 这时眼睛也发红了 叶将军没想到周副主席日理万机 还替傅医生想的这么细致周到 叶金英笑着说 周副主席让我转达一个口信 他会安排时间请你吃晚饭 具体谈谈您在新政府中的工作安排 傅作义坐不住了 颤着声音说 一生出身军武是个粗人 一定知恩图报 过了几天 傅作义果真被通知去亲自挑选了35名近身卫士 每人配备了大中小三件武器 可是根据中共中央警卫局的统一规定 所有领导人包括毛朱刘舟人在内 贴身卫士只发给枪支 不配给弹药 傅作义将军亲自挑选的35名近身卫士 也不能例外